各位弟兄姐妹 本主日是假年常年期第十九主日 这个主日的玛窦福音 为我们叙述了一个意义非常丰富的事件 这个事件就是耶稣步行在海面 并借以显现祂的天主性 而波多禄 他也渴望用同样的方式 来与耶稣相会 并借以显示祂的勇气与信德 而第一篇读经《猎王记》上 则是讲述天主在威风中显现给厄里亚先知 这就犹如耶稣借着步行海面 将天主性显现给波多禄一样 因而与福音有了一个联系 本主日《猎王记》上的内容 正是十九世纪德国浪漫派音乐家 孟德尔颂的经典传世之作 《厄里亚神剧》的故事背景 描述厄厄厄先知杀了异教神 巴尔的四百位假先知 致使信奉巴尔神的王后 伊泽贝尔誓言要杀死他 因此厄里亚先知的生命 正处于非常困难和危险的时刻 所以他就逃到了沙漠 到达天主的圣山和勒布 进入一个山洞里 未在那里过夜 天主邀请厄里亚等待他的显现 但这次天主的显现方式 却与上主曾在西乃山上 在全体以色列百姓面前的 伟大显现完全不同 那次天主是显现在 让整座山都战斗的狂风中 如此而显示了天主的大威能 然而在这次的显现事件中 虽然也出现强劲狂烈 披山烈石的暴风 但天主却不在暴风里 暴风过后有地震 天主也不在地震里 地震之后是火 但天主也不在火中 最后当出现轻微细弱的风声时 天主终于在微风中显现了 于是厄里亚用大厂 也就是大披风 遮住自己的面容 立在山洞的路口 聆听天主的声音 不论是出谷记或猎王记上的经文 都教导我们 天主可以用迅然不同的方式 来向我们显示 来与我们相遇 这些方式可以是让我们惊吓的狂风暴雨方式 也可以是如轻柔微风 在我们内心深处轻声细雨的方式 总之 弟兄姐妹们 天主总是临在于我们的生命时刻中 不论是当我们面与生命里的狂风巨雨时刻 或是生命里的微风细雨时刻 真好啊 真好啊 天主他都在 而且一直与我们同在 因此 在本主日的马斗福音里 耶稣就是借助他对人的无尽慈悲 以及他对人的无量仁爱 以步行海面的行动 来向我们展示他的天主心 并透过他与伯多禄的互动关系 来向我们显明天主与我们同在 当群众敬验到耶稣的真柄奇迹之后 就热情勃发地认定耶稣 就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墨西亚 以及将要领导他们征服敌人的民族救星 甚至有人大声呐喊要胁迫耶稣为王 群众心里 所渴望的正是门徒一心所向往的 而这是他们之所以跟随耶稣的理由 不是吗 因此对群众的热烈反应 自然心有栖栖因 并喜行于色 因为这距离他们所追逐的熟视光荣 以及在世俗的诠释中 分一杯羹的梦想 又跨近了一步 然而弟兄姐妹们 这想望跟天父以及耶稣的救世工程计划 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耶稣所要建立的王国 是救人灵魂 赐人永生的神国 而非只是迎求现世福利的国家 耶稣为改正门徒的想法 与他们的愿望 使他们明了 他的国并非这世界的国 而是神国 所以不管群众的狂热 也不被这虚假的荣耀所迷惑 立刻催促门徒 先上船离开 离开那个假象的光荣之地 也离开那个会让门徒陷入自我满足的安稳之地 因为要承担耶稣的王国 承担耶稣的神国 就要先学会离开世俗的虚假光荣 甚至走出属神的安稳地带 所以耶稣要门徒马上上船 离开这个会令他们堕入安稳的地方 让他们亲身经验到生命里的颠簸 因此福音这样记载说 那时门徒们的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 因为逆风船受到波浪的颠簸 的确啊 每一个人的生命里 都有属于自己的安稳地带 在安稳地带内的 往往是我们熟世的人或熟知的事 而这些人事物大都是我们的能力 所能够掌控的 要走出自己习以为常的安稳地带 是极不容易的 而且年龄欲长 欲异困难 但心理学家认为 人若愿意走出自己的安稳之地 就会有新的学习与新的成长 同样的 我们的灵性生命 也有那已经习惯了的安稳地带 这些地带可能包括 我们祈祷的习惯 上教堂的习惯 参与上会团体的习惯 与相同弟兄姐妹 相互互动交往的习惯 等等等 甚至让这些属神生活习惯到 成为单调无畏的例行公式 而把原本该当是 活力充沛的属神生命 完全定型 而再也无法成长 虽然我们想改变现状 但却又无力回天 因为要走出属神的安稳 真的很不容易 那如果我们愿意用心聆听 天主的声音 并回应天主的召唤 勇敢走出属神的安稳地带 那么我们的灵性生命 就会成长 就会成长 就如同亚巴郎所经验到的一样 是啊 弟兄姐妹们 在今天的福音中 门徒们听从了耶稣的催促声音 而进入风雨飘渺的海中 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常是如此 天主也会允许我们的生活陷入困难的情况中 而迫使我们走出自己的安稳地带 其目的就是要我们在灵性生命上 继续继续继续成长 这就如同老鹰 为了帮助小鹰 在物尽天泽的自然规律中得以生存 会把小鹰推出温暖的潮窝一样 要他们走出安稳地带 学习让生命飞翔 想当然而 当小鹰从潮窝被推出 往下掉的那一顺客 必定充满不安和恐惧 然而这却是学习展翅高飞 自由翱翔的背景路程 当门徒飘摇海中 按福音的记载 就在天快亮时 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向门徒走来 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门徒们的反应是怎样 按照福音讲 很惊慌 就说是个妖怪 并且吓得大叫起来 圣神马兜 把门徒的反应描写得如此震动 让我们读者恍如身历其境 也好奇门徒究竟看到了什么 到底能在水面上行走的怪物 可能是什么 在恐怖电影里 从海上来的 大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要么就是打不死的怪物 要么就是要毁灭世界的 哥吉拉 而在旧约里 犹太人更是相信 海就是邪恶的代表 甚至把阴间就想象在海的深处 因此我们可以想见 门徒应该以为是看到了什么 妖魔鬼怪 所以他们真的是吓坏了 就在他们的惊吓中 耶稣立刻对他们说 放心 是我不必害怕 为我们基督徒来说 在充满挑战的生命成长过程中 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们 一平而不害怕的 是有一栋舒适的房子吗 还是有一部可以任意往来的车子 是储藏室中有足够的日用品 是冰箱中有足够的食粮 还是衣橱里挂满了琳琅满目的衣服 是每个月足够用的薪水 或是银行储蓄的令人安心的存款 是考上海的学校 还是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亦或是遇到了心仪的结婚对象 还是书架上有足够的数 弟兄姐妹们 刚刚提到的人事物 不都是我们积极盈盈的追求吗 但我们的现实经验是 当一旦实现 并拥有我们浑淫梦系的追求 我们生命事物仍然继续不安 继续害怕 事实上 耶稣自己简洁地 给了我们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 放心 是我不必害怕 因为生命里有基督 就可以真正不怕 在耶稣那里 我们便可以用 那在天主内的方式 去想去说 以及去行动 而不是以一个充满恐惧的世界的方式 去想去说 以及去行动 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 以一种非常坚定的语气告诉我们说 不必害怕 这是天使加波 像圣母玛利亚所说的话 也是天使 向那些去探视耶稣坟墓的妇女们所说的话 这话同时也是 耶稣显示给我们时 所要对我们说的话 是我 不必害怕 害怕不属于天主 我是爱的天主 一个邀请你们去接受喜乐 平安和感恩的天主 就让你的恐惧害怕 随风飘逝吧 弟兄姐妹们 耶稣给了我们不必害怕的许诺 但这与对生活是不是持乐观的态度无关 耶稣当然不希望我们怀着悲观的态度去面对生活 但是耶稣的许诺 也不是应许我们可以乐观地去生活 乐观的人碰到下雨的时候会说 多美好啊 万物会心心向荣 看见同样的雨水 悲观的人会说 万物都会被淹没 耶稣既不乐观 也不悲观 耶稣是叫我们不必害怕 不必害怕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对生命中的苦难 视而不坚 甚至是自我催眠 不不不不不不 不必害怕 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生命中最大的恐惧 也就是十字架和死亡 并且从这个受难和死亡的绝望之地 耶稣叫我们讲述盼望 讲述生命 耶稣已经从这个腐烂 并充满恶臭和幽暗的死亡之地走了出来 陪伴我们航行在那颠簸四海的生命旅途中 是的 这盼望不是基于乐观 而是见机在耶稣的许诺上 也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天主都会一直陪伴我们 而这位天主是爱与生命的天主 在他内没有死亡 在他内没有恐惧 紧接着 本篇福音的第二部分 特别突出波多禄的角色 波多禄一听耶稣说 放心 是我不必害怕 马上就回应 主啊 如果是你 就让我在水面上 步行到你那里吧 波多禄这一路跟随耶稣 亲眼目睹了耶稣的大能力 从争禀奇迹 未保五千人 到现在的步行海面 他似乎开始 不甘于像其他门徒一样 只是看见 只是听见耶稣的大能 于是进一步祈求耶稣 赐给他同样的能力 去迎向风浪 去做人所不能做到的事 我们对波多禄这样的祈求 是比较陌生的 因为我们就像其他的门徒一样 在风雨飘摇的生活中 总是祈求天主 入来为我们平息风浪 帮助我们解开生活里的死结与困境 带领我们平安里到达彼岸 所以我们的祈祷常常是 天主医治我的疾病 天主赏赐我找到工作 天主恩赐我儿子回头 天主恩赐我的另一半更爱我 等等当 让波多禄的祈祷更大胆 更勇敢 他不单只是满足于 看见天主的能力 他还跟上一层楼 好能迎向生命的让头 耶稣服务了波多禄的祈求 他以命令的与太对波多禄说 来吧 波多禄就真的从船上跳下去 在水面上行走 的确 要从船上被保护的安稳环境中 走出来下到海里 实在需要巨大的勇气 而这勇气一定是来自 他对耶稣的绝对顺服和坚实的信心 这顺服是会让人五体投地的顺服 而这信心也是会让人压抑的 目瞪口呆的信心 虽然波多禄最终还是掉入了海里 耶稣更是责备他说 小信德的人啊 你为什么怀疑呢 因此 或许有人会认为 波多禄步行水面 是一个失败的经历 然后弟兄姐妹们 我们必须明白 属神生命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 这过程往往是挺前两步 后退一步 其节奏总是有其有福 而波多禄的旅海经历 正是他临圣生命成长过程的一个里程碑 就因为他不甘于只是观看耶稣的作为 被动安稳的领受 这作为所带来的安逸过时 因此他必须有所行动 于是更进一步祈求耶稣赏赐他人的能力 所不能及的事 当他一旦一旦听见耶稣的召唤声音 立刻顺服并行动 走出自己的安稳地带 经历耶稣的能力 结果是他的天主 不再是虚幻 不再是漂浮的天主 而是真实具体值得敬畏的天主 甚至可以影响以及带领全传的人 向耶稣宣信说 你真是天主子 弟兄姐妹们 透过本主日的福音 我们同波多禄和门徒们经历了一趟风雨颠颇的信德之旅 这趟旅程让我们更加确信 我们的生命不论何时何地发生何事 耶稣都会一路陪伴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 他更要在我们消沉于波涛汹涌的四海时 神手拉住我们 一如他拉住的波多禄一样 是的 我们的天主不是虚无的 不是遥远的 更不是缥缈的 他是如此真实 如此确定 如此手把手地 请进我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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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